你知不知道 在饭桌上有你周末人 很影响胃口的 可是 我真的吃不下 周叔 张小公子 你可散行了 我们都等你呢 你周叔不见你来不肯动快 害得我们也不好意思动快 净手吃饭吧 我饿 净什么手呀 又不拿手抓 野丫头 既然来红尘走一遭 能不能像点人样 你看看别的女孩子 都是什么做派 各位大爷 可怜可怜我们吧 是他们 可怜可怜我们吧 这位大爷 张小公子 你怎么不动快 可是饭菜不合胃口 不 不是 谢谢温公子招待 知道仙人家请你吃饭 还不好好吃 你知不知道 在饭桌上有你周末人 很影响胃口的 可是 我真的吃不下 我真的吃不下 姑娘我怎么就这么看不惯你这路 没经过半点风雨的浇花 文不成 武不救 遇到一点事 就天崩地裂 你要是不吃饭 灰灰被饿死 你以为就能赶天动地 让你的仇人出门嘎嘣被勒劈死吗 阿湘 别欺负人 吃饭 主人 我阿湘说错了吗 你看那个傻小的 他脑袋就是秀的 我说 你不好好吃饭 长力气长本事的话 难道指望我们这些闲人替你帮我血海深仇啊 是啊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但是你想的也太美了吧 就算呢 这位劳病 周先生 也没冤纳投到这份上吧 阿湘 你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小心噎死你个大傻子 你怎么掉筋豆了呀 阿湘 搞得好像姑娘欺负了你似的